假摔与否不好说 不过下面假币这件事情啊 的确是真的了 济南的王先生从银行自动取款机上 取了六张百元大钞 那平时见到大额纸币 还都会留心检查真假 这回呢因为是从银行取款机上拿的 他的警惕性呢就放松了 但是没想到这次的六百元 却张张都是假的 4月6号晚上 济南市民王先生 从邮政储蓄ATM机上 取了六百块钱 回家后给了母亲五百元 给了女儿一百元 可是没想到母亲拿着这些钱 买鸡蛋的时候 却被拒收了 拿着说他哎哟 他说大姨 这这个有一个有一个脚坏了 我给我儿子说 你给我的钱还看着挺新 怎么坏了一个脚啊 他说我给你换钱不要紧没事 结果他换了 他说是假币 这假币去招商银行兑换时被发现 银行开具的收脚评证上 标注了伪造二字 这些钱王先生的母亲一直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不存在被调包的可能 再拿出剩余的仔细看看 其中的两张左下角灌字号编码 都是相同的 MI90735614 从来没有想到银行里也会有假钱 原来也从哪儿取过 ATM机旁一般都设有监控 即使取钱后没打平条 凡是每张经过验钞机验过的纸币 系统内都会存有每张纸币的罐子号 银行可以比对号码 判定是否从该行取出假币 随后记者和王先生一起 来到了当时取钱的济南工业北路油店之局 话还没说完 这位工作人员便被他的同事拉了回去 关了大门 记者多次提出联系银行负责人 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 没做任何回应 这事儿确实蹊跷 面对问题 本着对顾客负责任的态度 银行方面应该好好追查原因 这般不耐烦实在是说不过去 我们的计划负责任的态度